困惑 我俩已经离婚了 当初选择了离婚 就是因为争吵不断 现在我也不知道 该不该复婚 以前冲动离了婚 现在觉得还是以前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好 希望他能重新接受我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吴先生38岁来自黑龙江 厨师有请 姚女士36岁来自黑龙江 小吃店老板有请 欢迎两位 什么关系啊 夫妻 去年那个 离婚了 那就是 前夫前妻的关系 对 对 对 不能叫夫妻 有孩子吗 有 孩子多大 十岁 今儿为什么来啊 复婚 你想复婚 对 对 对 您也打算复 我没想过 那您来干嘛呀 我看看他想说啥 去年离的是吧 对 对 对 那结婚多少年啊 结零五年结的婚 婚后在哪儿生活 婚后 然后我们俩刚开始是 在老家那边打工 他是干厨师嘛 然后我是那个卖服装了 干了一段时间 然后他哥他们去那山东嘛 然后说去那边开饭店 感觉能发展挺好的 哪年去山东开的饭店 一年 一年末 那您帮他一起开饭店啊 没有 还是 那个饭店是我没参与经营 开了饭店一年多吧 然后我就要孩子了嘛 饭店一直未没参与 刚开始效益还非常好 车房什么都卖了 等到后几年嘛 就经营的就是 也是稀里糊涂了 然后就是不太好了 就不干了 然后赔了点钱 房车还在吗 后来都卖了 抵债了 对对对 都卖了 等于生意作败了 对对对 作败了生意之后 然后还有点外债嘛 然后我们俩就是通过朋友 上天津来了嘛 说得开个小吃店嘛 那是哪年到的天津呢 一九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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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的买卖黄了 对 所以来天津开了个小吃店 对对对 这也挺好啊 开了一个小烧烤店嘛 刚开始效益也不是说得很好 对 刚开始没有什么生意 对 就是毕竟刚开嘛 我说毕竟你是厨师嘛 要不然你就出去 你再找一份工作 然后这个事我自己弄 他刚开始也不怎么想去 后来他把我说 我说你去吧 然后他就去了 去了以后 我们俩离得距离远嘛 他就不回来住了 那边也提供宿舍嘛 一个月有两天的休班 然后他后期 他就是基本上就不怎么回来了 对我这边也不管不问了就是 就是他的脾气吧 自从做生意赔了以后 变得特别特别不好 回来得去跟我吵架 为啥呀 也不知道是 就是把这店不干了以后 这两年的脾气 就是有一点小事就好 爱发火 你们欠的债还完了吗 还没有 那等于他开一个店 您还在外面做厨师嘛 当时怎么分得工啊 我挣的钱嘛 就是维持家里的开销 还有孩子嘛 孩子在我妈妈 在老家我妈妈带嘛 他挣的钱我也不太过问 因为毕竟说有点债嘛 就是需要还债什么的 然后有一次他跟我说 把这个钱还给我一个朋友了 然后不长时间呢 这个朋友跟我说 这个钱他没还 钱呢 然后我就不知道 钱他去干什么了 我还了一部分 就是没都还 那你还了 那你也没跟我说这事啊 我方便问问 你们欠了多少外债吗 现在还得有十多万吧 当时欠了多少 当时欠的挺多的 那他就说明钱都在还啊 钱都在还都是 我们俩共同去还的 也不是说他自己 去还这个钱的 所以等于说 通过这个事 发现有欺骗了是吧 对对对 然后呢 有一次吧 就是我们 毕竟说的那个孩子在老家嘛 我妈夏天的时候 要带孩子来 然后我说爹 租的房子太小了 我说不行 咱就换一个房子 他说爹 哎呀 先别换了 先将下住啊 对呀 我也不那么回 那花那钱干啥呀 毕竟我妈她们来的话 她也不方便呢 她就是不想掏这个钱 她说她把钱还债了 她钱根本她没全还债 我也不知道她这钱 到底是干什么了 听来听去就是 19年到了天津之后 夫妻之间产生了间隙嘛 这个间隙的最主要原因是 丈夫出去打工 但是妻子发现 丈夫打工的钱 不知道去哪儿了 对对对 我理解的对吗 对对对 那这钱去哪儿了呀 这钱也不精华 就是晚点 晚点 剩点 再抽点烟 喝点酒 没人是在跟朋友 吃吃饭啥的 也就没了 不是 你不是一个 已婚男人吗 你家里有老婆 有孩子 那你现在有债 你不知道吗 是 那关键呢 我也得 现在在外面 我也得交朋友啊 我也得就是 你成天出去吃喝玩乐去 你感觉这个事好吗 这不是吃喝玩乐 毕竟现在还在在家呢 我也得交朋友啊 而且最可气的 我就是十二点多钟的时候 我就天天去进货嘛 我自己去进货 进货然后呢 我回来我还得穿串啊 还得打走卫生啊什么 一直就是营业到凌晨四点钟 有一次就是下雨了 那个雨下得特别特别大 我就是出去搬租的时候 陆滑嘛 就给我就是一摔 胳膊就摔坏了 然后我就给他发微信 我说你请假你回来 我说你帮帮我 关键这不我这也在上班嘛 我也不是说在外面在外面玩的 干啥就说你这边有事 我不回去 可是你老婆手摔坏了 你不是应该回来照顾两天吗 咱都不说买卖的事 是不是该照顾照顾老婆呀 关键我说 我不也在上班吗 可以请假呀 对呀 你可以请假呀 然后后期对我也是 不管不问的 这就等于含了心了是吧 对呀 我肯定我含心了 第二天回来待了一天 待了一天又走了 我这边的事 就是他基本上就是不管 我感觉我比他要累 谁挣的钱多 对呀 我上班我也不是 我也没人待着呀 不是 咱直观地说 谁挣的钱多 差不多吧 谁还的钱多 虽然说他还的钱多 但是我不是要养孩子吗 那为什么离得婚呢 就是吧 有一次他休班了以后 我休班 领的朋友上我饭店里 来吃饭来了 吃饭了呢 他自己他不是厨师吗 他自己就整了几个小菜 然后就是说的 我们就是回头客嘛 来了 来了以后呢 就看着说的 他的桌上 有几个就是我平时 在我们店里吃不着的那些菜 说这个能不能做呀 然后我说能做能做 那你说人家点了 人家做呗 毕竟说他还在家呢 我这关键是不是 好不容易休一天班 我本身我这天天做 就挺烦那个东西的 我为啥休一天班 我还要给他做呀 自己家的饭店 多挣点钱不好吗 现在你自己什么条件 你自己什么情况 是 是 那关键是我这不是 天天做天天做 确实我挺烦那个东西 然后我还没说 然后我那顾客吧 不愿意了 你看你说能做 然后你就不能做的 然后他还给你损脸子 然后人家没吃 人家就走了 我就挺生气的 我爸也没给他面子 当他朋友面前吧 我就是跟他俩就吵了 然后他喝多了呢 他接着酒去 他也跟我俩吵了 我俩一吵着吵着 他上后处把那个 就是东西什么的 全都全都砸了 我朋友在 你不应该那么跟我说呀 对不对 咱们可以说 晚上回去以后 咱们可以说 没人的时候咱再说呀 那你说这事你能怪我 朋友在那时候 我也得有面子 我得要面子呀 对不对 你要面子 你连挣钱 你都不想挣钱 要啥面子呀 就因为这个吧 婚礼了 第二天酒醒了 我也跟他道歉了 他态度就是挺强硬的 不离不行 等于就因为这件事情 变成了离婚 最后的一个稻草 对 你就是觉得 他不够努力是吧 对对对 为什么要复婚呢 孩子总就是说 爸爸妈妈你俩和好吧 其实还是考虑 孩子这块 只是因为考虑孩子 再一个我感觉就是 我以前做的也是 确实挺对不住他的 也挺后悔的 啥事做的对不住他后悔 你现在就感觉 你对不住我了 都懵懂就跟我俩 就跟我俩吵架 就是干账 平时他回家 就是多一句话 都不愿意跟我说 都不愿意跟我讲 就感觉跟我说话 就特别嫌弃的那种 姑娘现在不是压力太大吗 本身我就不爱 不怎么爱说话 问几个问题好吧 你们在山东 开餐馆的时候 餐馆是他经营 您的主要工作是带娃 是吗 对对对 那个时候生活还算可以 可以 有房有车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 家庭的主要的经济 承担是先生 对对对 那时候他对你怎么样 他以前对我挺好的 就是也挺关心的 就是自从饭店 就是不好了以后 我怎么样他都不关心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问就是 你们现在还债 还了多少啊 百分之五十以上吗 那再有个两年 这计划就算能扯清楚了 是吧 那我现在想问问先生啊 你在一九年之后的收入 有多少是用来还钱了 一半吧 剩下的百分之五十 你消费了 对啊 你一个人消费了 目前就不就几千块钱 抽点烟 小朋友吃几顿饭 所以过去家庭模式是 他挣钱 他把钱拿回家 对吧 对 他挣多少钱 您并不清楚 对对对 您也并不了解 从来不过 因此这才是 到了一九年之后 咱过回到 所谓老百姓的日子 不是小老板日子的时候 账目不清晰的 一个重要原因 对吧 对 没有那个习惯 跟妻子抱账 对吧 对对对 因为 我也从来不跟他要 我也从来不跟他提钱 是 他给我多少 我就拿多少 那接下来我就想问问 您做了这么多年厨师 你觉得 你老婆那个小吃店 开得怎么样 现在还行 今年还好一点 就是他一个女人 也没干过这事 你觉得他干得怎么样 作为一个同行 给个评价 还行吧 能更好吗 能 我怕他没感觉到我多累 您这个当时出去做厨师 是因为说我出去做厨师 可能收入会更多 因此我去 还是说我在家里面 确实看着也比较烦 我要去 两种都有 两个人在一起嘛 就是总用一些 所谓所遂的小事 总吵总吵 特别能够理解 去年几月份离得婚 12月份 到现在也就半年时间 这半年时间有联系吗 很少 就是通过孩子吧 能联系联系 是不是对您来说 其实从19年开始 离婚和不离婚 现在看来没什么差别 对吧 我感觉现在自己挺轻松 特别好 为啥 您不是还有跟他 没他的时候 没他 我可以 那有战的话 他也 我俩也喜欢呢 就现在离婚的时候 他也是一喜欢呢 我就是以前 我没离婚的时候 没离婚的时候 也是 我俩是分着 他也不管我 我也是自己经营 什么事都是我自己来做 而且不用吵架了 现在付婚 不是都是我有孩子吗 不得看孩子吗 不是 你要是为了孩子就算 你们孩子不是在您 娘娘呢 在我妈妈那 对吧 也不在身边嘛 也不是为了孩子嘛 一大部分是为了孩子 那要一大部分为了孩子 完全可以不付这个婚 付他干嘛 他觉得为了孩子 要跟我付婚 那有啥用呢 生天吵架的父母 还不如就这么离了 就不过了 那以后我会改呀 我不能像以前那样了 不是 你改什么呀 财务清晰那个 没事多帮帮他 其实就听完他们 这一段之后啊 就是一声长叹啊 这是一个家庭 在发生了突变之后 整个家庭关系和模式 发生了变化 两个人没有 磨合好心的模式嘛 等于在结婚之后的 一个模式 就是女主内男主外 这两年一下就变了 女人不仅要主内 对 女人同时还要主外 而男人在这个时候 没有从自己失败 那个状态当中缓过来 也是心理状态不太好 对吧 对对 我这么算了一下 开了六七年的饭店呢 做了六七年的这个老板 管别人呢 突然倒给别人打工 对 从有房有车 到无房无车 这就算从云端 坠入到了沉间了 对您来说 这打击挺大的 对对 是吧 所以我们会看到 丈夫是这么一种 心理状态 妻子的心理状态 是更积极的 反正楼塌了 咱们再来嘛 所以您才能 踏踏实实地在那儿 做那个小吃铺 对 您才能挑她的理 对对对 干饭店累不累 太累了 那我就想问 她那五六年 给家里面干那饭店 算不算功劳了 算功劳了 但是我也没否认出 她没有功劳了 所以呢 咱能不能宽容 她这小两年来 就一年多来了这种 因为买卖的失败 然后心里不舒服 跟您发脾气 男人有的时候 有比较脆弱 又有点面子 您能理解她 这一两年来的 这种行为吗 没要求您一定理解 就换个角度 您觉得她容易吗 不容易 对 其实都不容易 所以我还想问您 到底为什么要复婚 这半年我自己 也要反思了 我以后那个 我会改 不是你改啥 以前我脾气不好 那个没事 总爱跟你吵架 以后我改个 我的坏脾气 请你就是 再给我一次机会 就是不看别人 看孩子 孩子的份上 反正这也不会说话 平时就跟她交流 就特别费劲 那个时候 不是也交流费劲吗 她以前就是挺柔的那种 不是那种 就是像现在 就是特别大男子主义 知道吧 听明白了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建议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文娇 复婚往往有孩子的 就怕刚刚你说那句话 都为孩子 你跟孩子复婚呢 你不跟他复婚吗 谁听了叔父呀 我多少看到 您不太会说话 实际上呢 你还舍不得他 自己发现离婚了 真的觉得自己一个人日子 还不是原来吵吵吵吵 好点儿的 对对 是吧 对对 这中间还是找过别人吗 没有没有 还是原配得好 那说呀 你不说的话 还拿个孩子 当个复婚的理由 那他肯定不愿意干 我再问 你做生意赚过钱吗 赚过 赚过得多呀 还是赔过得多呀 赔得多 为什么赔的呀 因为你这赔了 就整个把婚姻 就赔进去了 那是个导火索呀 为什么赔你知道吗 头几年还是 感觉自己的年龄小 经验还是不足 不足输在哪儿啊 经营不善嘛 例如说 朋友来了 打个折了 不要钱了 是吧 对对 为了哥们 反正又不该花的花了 不该借的借了 对不对 那个时候嘛 天天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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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对这个店 就是经营 操心操得太少了 就是 操心操得少了 稍微赚了钱 就骄傲了 对不对 对对 一赔钱吧 又在那自卑上了 是吧 所以你就这个状态 最后 把婚姻也连带给搭进去了吧 话又说回来 婚内你们出现问题 夫妻之间都不能够很好地理解 妻子原来是有钱花的嘛 突然没钱了 她要抱怨一下的吧 这一抱怨 争执也不可免吧 因为那养孩子呀 跟你抱怨抱怨 然后呢 你那小心脏又受不了了 本来亏钱了就没面子 老婆再说你几句 你就更糟糕 所以呢 你脾气又变长了 这么恶性循环 不把这个婚姻给搭进去了吗 所以呢 考虑一下 面对 现在还赔钱 还没还完 你能不能调整好自己的情绪 不要因为这个压力 然后对未来丧失信心 能不能积极乐观 多苦 撑起来 像前妻一样 对吧 你就要学习呀 看到你积极的阳光那一面啊 刚才主持人也问了 这两年为了还债 多少还了债呀 是百分之五十 能不能拿出百分之七十还债 剩下留一点点的生活费 什么酒淹了 咱能不能断一断 对对对 什么朋友了 家都没了 还什么朋友啊 所以你要让前妻看到你积极的一面 你为了孩子复婚也算是一个理由 但是你不复婚为孩子做了什么 你不人家也是一个考量指标吗 对孩子一直很好 对吧 他也会感动的 你做了没有啊 所以今天啊 只是一个表态 关键是还要看行为 如果这个顶不改 不要重复了 没有意义 还有那女方呢 我也说两句 男人有的时候 一旦事业实力了 对男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就像女人没了婚姻一样 就这个点是不一样的 她一下子就垮掉了 这个时候呢 你在批评她 指责她 抱怨她 她就在那儿 更难受了 反过来对你可能也不会特别好 所以这个事呢 是出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就是她也是一个踏踏百分的人 爱点面子 喝点小酒 有的时候呢 稍稍没有理财经验 就你不太适合 去做什么生意了 踏踏实地做个厨师 我倒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呢 把这个孩子弄好 然后对前妻这边 能有什么帮助 多支持一下 妻子这边心情缓解了 那复婚不就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吗 所以你这边也是一样 如果你想听听 我也看到了 你还有个希望 那你也少说话 刚才我说那几点 你观察观察 不是只是听她说什么 去看 自己有个主意 行吧 谢谢余老师 谢谢老师 你们两个人同样 需求的一个东西叫做 找找则 然后再来 谢谢老师 请不吴 那咱们 我说 有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深深地怀疑 即便你们复合在一起 你依然会走回老路 你只索取 你不付出 你只把烦恼带回家 你不愿意把温存给到它 所以虽然今天你是嘴硬说不出来 哎呀 老婆我离不开你呀 你给我那么多温暖 那么多年的陪伴 说不出来不是你不会说 是这么多年你心狠狠惯了 一个女人对你不离不弃 你赔了也罢 你赚了也好 人家自强自力 保持一颗积极的心态 你回家都没给人家一个笑脸过 看见就烦 话都不想说一句 那你回来干嘛 欠了钱不说好好还钱 在外面拖酒交朋友 花天酒地 人家不跟你计较 你就那么狠的心 一再地不去对这个家付出 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她能不能回归家庭 我不知道 她在外面受的苦受的罪 估计还不够多 一旦有好果子 可能那尾巴又翘起来了 但是女士 你真的是心软糊涂 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容忍 不去想那些细节 不去深究她究竟这些年 她的心在哪 你做实际行动给我看呀 你要给她足够长的时间 来考察 是不是这颗心真想回家 把你的心也硬一硬 这个硬不是狠 是有自己的原则 有自己的判断 有自己的人生 谢谢 谢谢老师 每个月工资一万多 吃住全部在单位 对 每个月有两天假 那么你的挥霍的时间 是什么时候呢 下班以后 下班以后离你的家 有多远啊 十多公里吧 为什么不回 跑去的餐馆 有的可能十多公里外吧 自己都偷偷笑了是吧 好吃的东西 再远也得去 但是妻子老婆 再近也懒得看一眼 有时候一回家嘛 就是 也是总吵架 就是 因为总吵架 所以孩子也不管 老婆也不管嘛 那现在干嘛要复婚呢 回去还是会吵架呀 一个男人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可能债务还没还清 这个时候觉得 只有妻子 能够接受自己的生活啊 所以回头请妻子 接受自己进门吧 但是当初 你不是嫌他脾气坏吗 不是嫌他嘴唠叨吗 他没改 您创业失败了 好大事 他没失败啊 您创业失败了以后 你有压力 他没压力啊 您创业失败了以后 您还可以说 我靠技术在外头玩 和打工 他还得带孩子 还得对自己的老母亲解释 我们的生活 怎么如此窘迫啊 还得给孩子希望 还得给老人希望 你在干啥呀 你没有任何资格 来要求这位女士 跟你复婚 因为她做了一件 非常正确的事情 就是跳出了 你这个火坑 现在每个月 给孩子多少抚养费啊 两千多块钱 结了婚了以后 连抚养费也不用给了嘛 你至今为止 认为自己最错的一件事 就是不该那天晚上 在烧烤店里发酒疯 惹老婆伤心 其他你没有任何的错误意识 因为就那件事 导致了你老婆要跟你离婚 仿佛没有那件事情的爆发 你老婆还能就这么隐忍地 被你欺负下去 所以不能答应她 也不要这么轻易地相信她 您带着孩子 可以生活得挺好 每个月他只要给到抚养费 也算是他尽了一个爹的责任 我们还能要求一个前夫什么呢 对吧 当我们不再对前夫提要求的时候 会发现心里少失望很多 当我们不再等待一个人的时候 就发现内心不会再煎熬 我们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24小时 自己的这一周七天 所以为什么要再重新去等 那个不回家的人 为什么要给他机会再一次 来伤害自己 和干脆拿走那明明每个月 都见得到的两千块钱呢 对吧 留住钱 留住孩子 留住你的单身 你可以生活得很好 远离他 谢谢米达老师 我看到的是一个 这个一度以来 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老板的人 这个大概是 他跟其他的嘉宾 不太一样的地方 老话讲嘛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奢难 从奢到奢的这个过程 大概他还不会 再最后问你一次 复婚就是为了孩子是吧 孩子是一大方便 就是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 你看孩子这个面子上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以后把我的皮 那个我也改 我也在那个一点一点改 那个不能像以前似的了 这回那个没事我也 就是 那个你答应了以后呢 那个我也 多回去帮帮你 你感觉你能真的改吗 一定是时间不可漫长 所以我来不及把你 都以往 你不读我用 谢谢两位 请回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看看这对曾经的夫妻 做何选择 女士会不会给留一个口 说我考虑一下复婚这件事 请开门 开门 别说话了 不会说话就别说 你就当一成长客嘛 这还是你前妻嘛 还是你孩子他妈嘛 还是一个单身的女人嘛 你要真有想法 你重新追嘛 对吧 你对人好嘛 好吗 谢谢您 请回 почему 你 没有 解 我 在